欢迎各位收睇周日答问大师Victor 首先说一个 大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些书关于独立思考 基本的书 应该是思考方法入门的书 你有没有呢? 你有没有? 没有什么 我自己看主要 不计算你几岁就看 主要是看了讀大学大一的时候 就看到李天命的与你分析思考方法 我觉得是很简明以理的 接着看了H.A.I.R.的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就比较深一点 比较深一点 但它要灾散一点 但是作为初步的话 我觉得李天命的本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学独立思考 因为每个人都学独立思考 什么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 全部都骗人 就是你一学就学坏手势了 你要学逻辑思考 其实你要学逻辑思考 但是逻辑思考 但逻辑思考的问题 其实李天命那套 议你分析他的好处就是 因为很难 其实你把抽象变成具体 是很难的 就是把局内变成抽象 有一种能力 把抽象变成具体 也是一种能力 这两种能力是不可以mix的 很多人是大部分人 就是数学家 很多时候思想都很糊涂 所以 所以 所以他们认识那些 符号逻辑 是的 如果你学习符号逻辑 其实能转回现实生活的人 是很少的 所以如果学习符号逻辑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会认详学家 通常思想都是混帐的 即是读数学的 那些经济学家 数学太棒的时候 其实那些思想 推理不知 推理也不知所谓 所以 最好那种状况就是 我觉得李天命的 要议分析的思考方法 挺好 而你说的独立思考 批判思考 全部都是品牌 你一说的批判思考 就觉得神经 批什么批判 批判思考每个人都认识 独立思考每个人都认识 逻辑思考才是基本 真正的最基本的就是 你有了逻辑思考 你有了基本的东西 有了基本推理方法才批判独立 大哥 你那个卖鱼的就是批判 中汉林就是因为他没有读辑 所以他就认识 我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因为你学读辑思考 学了基本的知识之后 你才去学思考 你没有了那种东西 你什么批判独立 全部都拿来搞 我觉得思考是要有结构 你没有结构 就批判 你是不知道批判什么 所以就是 我记得贸中心是一篇文 十几页的就是很短 叫做架构的诗面 就帮你可以思考 有结构一点 你中心看他的中心社 是谋中心 谋中心 你中心社 谋中心 我知不知道 他是大师 好 还有一个叫做 高级小学 科学革命的结构 他对你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 Thomas Kuhn 但是比较深了一点 就是 你会知道所有东西都找你笨 简单来说 你会知道 现在我们在思考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偏执性 是不完不完善的 不像那些 譬如说 自由民主权权 普世价值 你究竟知道是什么 普世价值 你会学到一个邏心 学到一个抽象 什么类似 paradom 什么叫做paradom 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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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基本的原理 会对思考的有帮助 现在那些人 就是说 那些人是接受不了一些 系统化的思考方法 或者是接受不了一些 脱离他们的常识 譬如说 所有教育都是洗脑的 他们不会接受这些状况 教育就不能洗脑 他们的思考本身的层次是很低的 即是他们接受不了 说这些洗脑教育 他们不知道自己 自己能接受洗脑教育 而且当你自己 从世接受洗脑教育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接受 别人的洗脑 明白吗 即是你不能够接受 是自己有被洗脑的 你只觉得别人有被洗脑 就是这些状况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的缺陷 受到自己的思考 才是一个真正正的思考方法 当然就是思考方法 是你需要有知识去辅助的 即是你达到一个方法 你没有相关的一些基本识 应该也好 是比较难去想出一些事情 是的 大约是这样 再说 Lily就说 大师上过来亚洲电视做嘉宾 以及做过你电影女主角的陈杰玲小姐 被英王娱乐旗下的当红 不知道是谁的女歌星 和导演 宗雪曼 他说是骗财 亦告诽谤 一个女孩子非常之惨情 希望大师是否会请她上节目 澄清带帮她出头呢 找个大藏帮她处理官司呢 这是一个读者的主观愿望 我肯定不会找个大藏帮她处理官司 因为要赚财 要赚财 要赚财 不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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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严重的 我不能说是什么 但至少跟她没有路 你没有可能会赚财 做价格 是 宗雪曼 是不懂的 但是 以钟头计算了 也没有多久前 就是跟她通过电话 又跟她做个访问 还有澄清 但是这件事暂时还没有做 OK 那没有了 那 James Jern 问 常公子和周大师 可不可以教一下怎么买马呢 有什么书可以推荐 因为听闻 两位都是高手 有什么入门方法推荐 第一 常大师是不是高手 他有个马尚夫人园 因为他在马尚夫人园 还有两个人 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高手 至于周大师是不懂的 我完全不赌码 我平时赌我两次 两次码都输 所以我永远都不赌 第一次赌码 就是我和朋友赌码很厉害 是 即是跟人买 他说这条马尚夫人园 我选择了一只马尚夫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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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至于赌码 其实是有很多书 报纸都多份 其实所有赌码的方法 在外国都是有书可以参考的 你买很多 知道你在amazon.com 看看会有很多书 可以增进赌码的基本知识 我认识到 所以我也认识 再下去了 大师认为 现在大陆的法庭 其实是否有钱人大小 全世界都是 法庭的存在 是被有钱人大小的 除非你以前的大陆法庭 只有在1950年的 人民法庭 以前的时候 法庭曾经试过不是的 就是有面子的人大小 就是以前很久以前的法庭在一个村子里 其实那些村子的人 村长是懒民主的 可能叫陪审团 就是叫一些村民 哪里做证明 所以只要你杀了人 但是大家觉得你是好人 那个人不是坏人 那你就会无罪 所以这个陪审团制度 开始了 陪审团最初的时候 以前是全部大家互相识得的 所以你的朋友有多利 就可以能够 对 所以现在法律制度的意思是 就是说有钱人是不是都大小 不过你觉得比较公平 一些 心舒服一些 就是有法律制度 就是付出多些成本 是的 你试试去法庭 好像丁蟹那样自变 他很难自变 很蒙古 哭了 结果你也是会输 中国古代有权力的大小 有钱大小 还是有权力的大小 因为有权力大小 大家都觉得有钱大小 好些 好像比较客观 再说 还有就是 所谓的大小 无论有钱大小 还是有权力大小 到最后 虽然都是黑暗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有证据确确确确 都可能会输 就是这样 就算是有权有钱 是的 就是有权大小 有权力大小 即是叫碍于公论 没有办法的 如果通过天后 有权大小 就比较容易输 像OJ Simpson 那些事情 做到这么洋式的案件 有权大小 就不敢反而不敢放 但有钱大了的时候 你就会想法律制度 你会跟着Due Process 对,Due Process 反而更好 如果有些证据确作的 有钱大了,大家反而更舒服 有权大了,大家会想 带头,不对 有权,他也要顾一下民伴 对,没错 再说,有读者comment 说王之锋 肚子里证实是涉顶器 好像没有证实 不,当然大家都很关心究竟那盘 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真的很想听 这个也是奇案 是的,没错 单独囚禁也是很惨的 这个囚禁方法 再说 再说单独囚禁 所有监独中 最大的认罚就是单独囚禁 是很惨的,没试过单独囚禁 其实是会发疯的 所以基隆山奏记 以前的监独囚禁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存在 你出狱的时候,连说话都不会再说 如果你不发疯的话 人是一个社群动物 对,没错 他们的社群是会发疯的 大件事就被人打 再说 Kelvin Kuhlman 大师你好,有一段时间没有提问了 想问一下 苏格兰独立运动 中国有没有参加 你觉得呢? 应该是难一点 所以中国 以前都是在东南亚那些参加 他应该不能去苏格兰独立运动 你也不知有什么方法去投射下去 没错 那不是很远的 如果以美国投射过中国 他是很容易投射到的 也是因为没有线 因为线不够强 你又不是红梳楼眼 你走过去 那些中国人走过去 被人盯住了 不同的贵人都在香港 所以 所以 必然是 你 只不过你的势力不够强 去不到那里 去不到那里 就是 未到过阶段 对,未到过阶段 所以 外国 在中国 中国小时就去不到外国 那 中国曾经是很强的 东南 大哥 没有东年代的时候 现在都很难去干预 或者是在东南亚国家的革命 始终 共产党的肚子 是相当以前很多 在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时候 无坚不摧 但是多八十年代 因为你自己本来还可以说一下 但是你如果死顶下去 你可以的 但是你邓小银做了改革 你就不够了 苏联自己崩溃了 更加不够了 就是共产党主义 其实最糟糕的 就是理论崩溃 只有是 中国就是顶下去 但是你只能自己有一套理论 但是你的理论是基于 中国复兴的民族主义 中国梦 你就不可以将这些东西 spread over 去全世界 因为其实他改革开放 到现在他说中国经验 他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特殊 是 一定是普世价值 你不能普世价值 即共产主义不能普世价值 中国特殊论之后 得出的特殊论论之后 就是你只能再玩 只要玩 苏联做得差 而且就是 现在我们的套价值 是可以能够 保护自己 普世全民街通 所以他才说 你跟着中国的方向 你就会富强 跟苏州这么说 非洲这么说 所以如果他去非洲得了 他会有机会 所以我都问大陆想做国师的学者 都是解决不了 即是你又要说中国特殊 又要说中国是普世 那你不要这么骂 我只觉得中国是普世的 所以我不骂 快点找我做国师 我的理论是很行的 我的理论就是准备 准备我来 献上去给下一届的中国领导人 我的理论就是 那是下一届 现在的就好了 还没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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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写好很多年 要写到七十多岁 然后希望用十年的时间 来推荐就可以 即是八十岁 然后希望到九十岁 就变成九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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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习宇直也很健康 是等一等的 再下去 May方说 大师好 今天朋友 让我看那段视频 说那个阿婆和那个导师 就是说那个跳舞群组 是不是真的 发生在这个跳舞群组 那些问题 很奇怪 他应该想问 就是说跳舞是不是真的 这么多的确诊 是吧 他在视频看到 他在视频看到 我不知道 我也看到一个阿婆 我舔着那个导师的链 OK 是 很性感 说很行走 但是据说是大陆的 但是不要紧 是不是发生跳舞群组 至少我知道 跳舞群组的确是很多很亲烈的举动 是的 那就是这个 因为呢 其实他大量是冒化了 即是什么冒化 即是噴了那些气 即是有湿气 那些气是有湿气的 气和胶理能量 对 是的 即是互相吸取湿气 那些湿气又可以由 传播 是的 又问了 Ash Lee Leung 就说 大师如何分析 林郑放生18岁以下的黑暴呢 第一就是 其实这个不是林郑放生的 是向来 如果认罪 如果很轻的话 都已经是一路 我想警司警戒有十几十个 是的 那从来都是 只有一位林郑 即是说 再进一步将这件事 格式化了 是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好事 即是你的事情 都要解决 是的 是的 没错 Jack Secker Conn 说 大师你梦查查 两地一检 怪处多 虽然方便 但更加方便了 走私等等的东西 错落百出 不要跟随外人那一套 那说我不要 嗯 他说得对 但是什么叫做什么呢 就有一个东西叫做两地零检 什么叫做两地零检呢 比如广东省去湖南省 就是两地零检 对不对 对不对 可以有关卡 那当然也有走私 对不对 即是说 关卡和走私 是永远都不够的 那你就设计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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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本身我们当成年 但问题是我们 你不拿斩脚趾被沙虫 即是因小失大 即是走私当然会发生 但是防止走私 似乎不是一个政府最重要的管治任务 如果不是国家 那不是你天天查 像东德那样那些 你就开防知道 因为政府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令人民更多往来的经济增长 是的 这是更关键的事情 如果是在一个左翼的思想 应该是无国界的 是的 那Pan Koko就说 关不关闭马会的各个看法 大师硬是要将自己的想法 加诸人题 否定人题 和开玩笑的想法 之后大师你最聪明 你最聪明 对不对 那我就当然对不对 如果你说大师你最聪明 你最聪明 怎会不会对不对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对 关闭马会 我也是讲过自己的想法 当然如果你以为不对不对 那也没办法 因为我讲出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不对 有个人意见 是的 没错 永远都有个人意见 但你问我是否最聪明 最聪明 那我自己真的这样想 大师要多谢你的 哈哈哈哈 James Lee就问 大师你可不可以接受 人家叫你大师 即是尸体的尸 说笑而已 不要认真 我当然可以接受 因为第一 你不接受也不行 即是你要接受一件事 你只要骂我都不重要 即是所有事情 第一我说 我说被人骂 第一就是 你想不接受也不行 你一个人是 第二就是一个人 理论上 你越红 就越多有人骂你 不招人道是荣裁 是的 是的 所以你其实 你是 宁愿有人骂 好过没有人骂 当然赞是好的 但问题是骂也好过不看 是的 是的 所以有这两个想法 第三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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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骂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即是已经代表了 所以我从来都不介意人骂 我介意 反而是 哇 你炒两件事 博到没得博到 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你骂我粗口 其实我真的完全不介意 即是代表我赢了 我认为大师也是很正面地回应人批评的 多过很多其他主持 至少我没有删除别人的帖子 是的 我删除了一个 删除了两个 一个就是类似是出售各种刀剑 不知什么 那些广告问题 那些广告问题 他说我都不介意 但是广告出得太 frequent 另外一个就是 你爱我妈妈也是一名为你爱我妈妈 經常这样说 do you love me 这个我真的都是不介意 这就是诈骗 不同 所以我们吧 今集们到今天 就 roll一 las 做出事情 多谢各位 GX